今天我们这个西瓜已经开始受粉了 我们在受粉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几项 第一个呢 受粉药 直接用滤饼药就行了 不需要再用那些无花八门的一些 什么专用什么专用 没必要 直接用滤饼药 然后呢 我们对水吸湿的时候 严格按照温度 就是按照厂家说明书上 在什么样的温度 对多少水 这个量去实施 第三个呢 我们在受粉的时候啊 就尽可能的上午十点之前 下午呢 四点之后 就温度不是太高的时候 去进行受粉 光照不是特别强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流瓜 就是拿下瓜该喷 拿下瓜不行 不要 尽可能希望呢 在石片叶以上 我们流瓜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我们流瓜的时候啊 就是第一个瓜呢 我们尽可能不要去流 留第二个瓜啊 一般如果在第十二片 也第十三片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第二个瓜了 然后呢 第一个瓜呢 如果你流了以后呢 它会 这个瓜皮啊 会比较厚 另外一个呢 过瓜壳 它也长不大 所以说它的生平性不好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用滤比尿受粉的时候 记住这几点 保证住产量 保证住品质 就OK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